10號清晨華蓮市發生一起砍人案件 當時兩名男子只是在棋樓 遇到另外一群男子 雙方只是眼神交匯 就這樣起了紛爭 只看到兩名被害人被拳打腳踢 甚至最後還被遲到攻擊 當初警方獲報後 除了受傷的人 其他人都已經離開 其中張信被害人因為腹部中刀 送一開刀還住進家戶病房 有生命危險 警方事後也循現逮捕動手的男子 其中一人犯案後還裝沒事 跑去看球賽 警察掛在拘捕那邊幹嘛 你打人 你搞什麼 你要配合一點 包含零星男子一更有四個人 先後被警方找到 當初他們犯案後 隨即搭計程車離開現場 只是祖賢黃姓男子 到現在還逍遙法外 根據了解 祖賢已經在花蓮地區犯下多起案件 被害人跟遠景說 攻擊他們的人還嗆自己是黑幫 這個部分有沒有列管 警方還要釐清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警方案件 警方案件 就在發錄了 你可看 戒衝